在對抗疫情上 香港政府包括兩個局長 包括了聶不權 包括了陳肇始 也包括了林鄭樂本人 我個人覺得做得很差 他們的特色在於什麼呢 他們很喜歡既定了一個政策 不理任何情況 追求在政策裏面繼續執行 完全看不到政策執行的過程裏面 究竟有什麼危機 或者做到什麼表現 中間沒有檢討 也中間沒有好好改善自己的政策 或者協調微調自己的政策 去到更貼近現在世界 或者整個世界的潮流 許氏昌昨天就說 如果與病毒共存 香港仍然未具備條件 如果這樣看 我告訴你香港永遠不具備條件 那是不是永遠香港封關呢 是不是全世界包括連越南柬埔寨都開了關呢 菲律賓都開了關 全個亞洲只有我們香港一個不開關呢 是不是這樣呢 香港現在疫苗接種停留了68% 和日本實真白做 但是日本都打算通關 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都說得很清楚 日本雖然只有百分之六十五點多 不夠百分之六十六個接種率 但是日本呢 都決定呢 就是要跟病毒共存 日本呢 就是現在呢 強化自己的醫療系統 是保證呢 未來新增 第六波新增 大幅新增的疫情的情況之下呢 是個自己醫療系統可以呢 駕馭得住的疫情 情況跟新加坡實現一樣 新加坡實現呢 你說是不是艱苦呢 是的 但是可以顯示到新加坡政府的能力 新加坡政府呢 雖然在最初 它的病毒共存政策宣佈之前呢 是只有一天只有二十六宗新增個案而已 在香港的水平大概三十宗左右 但是呢 它跟著呢 是大幅升到三千多宗 升超一百倍 但是新加坡人 新加坡政府呢 新加坡的市面呢 仍然安靜平靜 沒有人搶購物資 沒有人恐慌 這個系統沒有崩潰 這個證明了 死亡率沒有提升到 沒有提升到死亡率 病發率的確是多了 但是呢 病發而可以獲得醫治的方法 方面呢 是做得很好 沒有人因為這樣而死亡 是變相呢 將病毒呢 這個武肺病毒呢 是看成 變成一個流感病毒一樣 那就是說呢 大家跟人感冒一樣 雖然多人感冒 但是呢 結果呢 入院治療 又或者呢 甚至面對生命危險的人士呢 是不多的 新加坡在整個病毒共存的政策上面呢 是叫做走對了 是叫做成功的 甚至乎呢 它現在呢 確診數字 開始向下 未來向下降 主人數都開始向下降了 新加坡呢 可能呢 不出半個月到一個月呢 就會公佈它那個疫苗 就是和這個 和病毒共存的四部曲裡面第三部曲了 會進一步開放的社會 進一步呢 開放的邊境 進一步開放的入境 雖然它呢 入境開放了 但是每一天呢 新增輸入個案都是十幾宗 或者呢 就是十二個位 跟香港根本是沒有分別 香港的入境限制那麼緊呢 但結果輸入的個案跟新加坡根本是沒有分別 那就是說呢 香港是只在輸入方面 在外防輸入方面 都應該去何勝入獲 另一方面呢 跟著許士昌說什麼呢 許士昌說什麼呢 許士昌說呢 就是買一送一 他就說呢 打針 將來呢 現在很大機會呢 今天呢 聯合科學委員會呢 就會談的了 那就是啊 如果打疫苗針 就送你一支流感針 那就不需要去找民建聯打了 亦都不需要去找這個私家醫生給錢打 以往呢 政府一般呢 就會利用慈善機構名義去購買疫苗 再給民建聯 就給民建聯跟大家打針的 那但是今次呢 因為呢 香港呢 遇到 未來很大機會呢 不是很大機會 一定進行立法會選舉 那民建聯呢 就不能夠再安排跟大家打針的了 那要餅都不敢派了 不要去打針了 結果呢 香港政府呢 就是本來呢 就是 用一個迂迴方法給民建聯 給工聯會打針的一個方法呢 結果是香港政府直接送 那現在呢 劉德權就說了 那也是呢 就是啊 許雪昌說的 那接下來 今個禮拜 不是今天呢 接頭的聯合委員會呢 聯合科學委員會呢 就可能呢 會通過 打一針呢 這個流感疫苗呢 打一針的這個呢 這個呢 就同時間呢 送你一支流感疫苗 一起打 他就說 因為世衛叫的 因為世衛呢 就是要求的 我告訴大家 我現在呢 就還未打疫苗 我的想法是這樣的 我覺得打疫苗呢 對我來講 對我來講 一個51歲的人來講呢 是可能呢 風險是大過得著的 我呢 不是啊 我並非呢 就是自私 我並不是呢 就是一個周圍活動的人 我活動是少些的 我平時很少出街 而且我去到街 我戴口罩 我自問呢 我不會傳播病菌 那也很少風險呢 傳播病菌 因為我不去呢 甚至出街吃飯都不會 午餐呢 我們都是吃飯盒的 在寫字裡吃飯盒的 我們也不會出街吃的 我們少跟外界呢 就很緊密的接觸 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我就決定不打疫苗 原因是因為呢 其中一個呢 外國的一個醫學的一個研究講 打了一個母肺疫苗之後呢 是因為它對你的本身 天然自生的免疫系統呢 是產生了少許的騷擾 所以呢 當一個母肺疫苗發起狀 當一個母肺疫苗發起狀 的時候呢 其實身體每一個月呢 是大概截損了 累積截損了5%的天然抵抗力的 那就是如果半年的時間呢 你當然繼續複色增長了 就是1.05呢 乘1.05呢 乘1.05呢 總共乘6次方 那結果呢 就導致呢 部分人 在一個呢 免疫方面 在一個天然的免疫能力方面呢 是有所折扣 這個折扣出現了什麼情況呢 就出現了呢 就在今次 這個余溫事件 為什麼香港政府不說 為什麼香港政府 死都不說余溫呢 原因就是因為呢 今次在淡水魚出現的一個呢 就是月營鏈球菌呢 根本一直都是一個淡水魚的水 和產水的樣本都會存在 來中國大陸的魚呢 大部分都有餘溫 除非它是孔雀石鹿的 又或者來東南亞魚一樣是有的 為什麼他們既然是有的 這個是月營的肝鏈球菌 但是為什麼 去到今時今日呢 突然間香港人呢 是面對著這麼大的危機呢 為什麼突然間多了這麼多人呢 是因為月營鏈鏈球菌呢 月營鏈球菌呢 結果呢 導致身體受到襲擊呢 為什麼甚至七個人死亡呢 有人說啊 這個還沒有專家說的 有人說呢 會不會和呢 因為接種疫苗之後 自己的自身天然能力下降 導致本來和我們共生 在我們周圍環境出現的一個細菌呢 都可以襲擊到我們 這個呢 就值得呢 就是研究 那我自己慶幸啊 我沒有打疫苗 那我相信呢 我遇到熱營鏈球菌呢 我仍然和之前一樣呢 是容易駕馭它 那我就和呢 我要逛街市啊 我就和呢 這個呢 就是 打了肺炎疫苗的人呢 會不會真的 免疫系統呢 受騷擾 而呢 連這個本身 整個身邊出現的 熱營鏈球菌呢 是再出現呢 在我們身邊的時候呢 我們也駕馭不了 這個呢 就是我決定不打疫苗 當中我考慮的一個呢 就是 究竟我打了得著多些呢 還是打了危機多些的一個呢 就是因素 好了 結果 小人打疫苗吧 百分之六十 但是現在百分之六十七 百多人打疫苗 第一針而已 如果計第二針呢 就不夠了 但是這個數字 政府呢 就是送一支流感針給你 你會不會因為流感針去打呢 和之前送一些呢 就是餅乾啊 送一些生油啊 送米啊 給一些老人家去哄他呢 去打疫苗 是不是又不相伯仲呢 結果成不成功呢 看來的數字是完全不成功了 好了 再講許樹昌講 通關的三個要求 亦都他講得很清楚的路線圖 和時間表 先講時間表 他就是澳門呢 是跟中國大陸談通關 從談開始去到正式通關呢 是用了四五個月時間 澳門是用了四五個月時間 香港和大陸通關呢 複雜程度呢 可能呢 雖然許昌沒有講 可能比澳門複雜少少 因為澳門呢 相對小呢 而香港相對大 澳門相對少國際旅客 香港比較多國際旅客 所以香港和大陸通關呢 是理論上要要求的事情呢 或者要討論的事項是複雜少少的 但是如果你計四五個月呢 現在才算是十一月了 也都在講 大概二三月才通關 也都跟坊間估計呢 和我自己也估計呢 就是東京奧運會完結呢 才會通關呢 是一模一樣的 這個時間表之後 有什麼路線圖呢 路線圖呢 路線圖呢 許樹昌講了一個路線圖出來 第一 就是這個通關碼 它叫通關碼 通關碼本身是要具備追蹤功能的 這是第一 第二 它就說呢 香港一些呢 就是中了肺疫呢 而出院的人士呢 是不要改變出院的一個安排 那本來呢 他出院的安排呢 就是只要他呢 就有一次檢測呢 合格 那就沒有確診 那就可以出院了 現在就要兩次 那就是保險一點 不要給呢 是有機會復陽的人出院 那就是這個第二 就是對復復陽的 就是出院的問題 第三 那就是在講呢 就是如果 就是一些高危的群組 那譬如呢 就是如果現在出現機場群組 那機場呢 就是本身呢 也都出現了 就是整天面對著外國旅客的 所以機場的地勤人員 保安啊 或者地勤所有人員呢 都是高危群組 那逢高危群組 就不是一個禮拜 或者兩個禮拜 檢測一次 是要隔日檢測 那隔日檢測 那隔日檢測其中一個高危群組呢 被視為高危群組 是建築界工人 那現在建築界工人呢 如果不打針的話呢 每14天就要做一次檢測 但是跟著呢 可能要過度去隔日檢測 那就是說呢 隔一天就要檢測一次 那就是呢 就是逼這些人去打針 那你不打針的話呢 隔一天就要檢測一次 好了 那這三個路線圖呢 當中我特別講一講呢 有關呢 香港政府已經突然間 逼人家要安心出人這件事 那現在許設槍說得很清楚 大陸的專家說呢 是過關碼需要的追蹤功能 不是說你香港安心出人 是說過關 那就是說從一個關開始 那本身呢 你要有一個追蹤功能給我 過關的追蹤功能很簡單 梁姐也會講 你就用回大陸健康碼咯 給香港人安裝大陸健康碼咯 給香港人安裝大陸健康碼咯 願去的人就去咯 香港安心出人就不要再搞了 不要再upgrade 不要再搞追蹤功能出來 那現在我相信呢 香港政府呢 是想將呢 香港現在超過五百人安裝 五百萬人安裝的安心出人呢 是搞追蹤功能 我相信現在是想做這件事 現在國內呢 許樹昌講的 許樹昌就說國內專家開會講呢 就是香港如果要做到呢 就是通關 在過關碼方面 要做到呢 就是有追蹤功能 追蹤功能本身是一個功能 但是不是要求你在香港有追蹤功能 是要求在過關或之後 就是過關碼 那就是說呢 在過關的時候 你需要安裝一個新的系統 或者原油系統 可以適用於中國國內那種健康碼系統 令到你可以有追蹤的 很簡單 我的看法就是呢 如果是這樣 香港人誰是想回中國大陸 公幹好 探親好 探什麼人都好 或者處理銀行事務好 或者商業活動好 甚至份工一定要去都好 如果他們這樣做的話 就是說如果需要的話呢 我簡直建議呢 他們可以跟國內的健康碼 不需要叫港版 簡直是跟國內的健康碼 如果一經過海關 一離開香港的區域呢 你需要進入中國區域呢 你就需要有追蹤功能 接受追蹤功能才回去 而這個追蹤功能的APP 就不是安心出行 而是中國大陸的健康碼 為什麼呢 就是安心出行 有五百萬人以上安裝了 有些人安裝了超過一次 他安裝超過五百萬次 那當有五百萬人安裝了 如果你是不斷自己升級 我明明不想中國大陸的 你仍然在安心出行 做了一個強制追蹤功能 那結果我在香港的活動呢 是完全被你追蹤了 我去過哪裏 我現在在哪裏 你完全知道 這個我個人反對 我反對得很厲害 現在國內在講 這個許視窗講的 國內專家在講的 就是現在國內專家要求的一個通關碼呢 是需要這個有一個追蹤功能 是通關碼 即是說你是通過關口我才需要 你不通過關口我是不需要 你在香港我不需要理你 你在香港去哪裏我不知道 我不用理 但是你在國內我是要理 這一個呢 跟林鄭月娥突然間在上個星期 好像是如狼吞虎宴那樣 這是一個科證來的 就是要香港人 無論進入這個呢 就是香港政府建築物 或者呢 進入體育館 甚至去到醫管局旗下的醫院 都必須要使用 就是強制使用安心出行 即是說呢 大家除了安裝安心出行之外 還要使用安心出行 跟著呢 攝偉恆可能跟大家講了 說因應就疫情需要 因為抗疫需要 所以香港呢 就將會在十二月第一階段了 安心出行就改為有追蹤功能 結果呢 就會怎樣呢 不知道會剷那個apps呢 可能你都要受罪 都是被人追蹤的 結果呢 就是大陸根本沒有叫你在香港 有追蹤功能 即是叫你回過關開始有追蹤功能 那你叫人 香港人安裝大陸的健康碼 給你解決問題 但不是現在說 要將安心出行呢 就去upgrade 形成一個有追蹤功能的一個 就是不安心出行 這個呢 很重要 好了 第二 第二個問題了 就是講有關的 就是醫院 醫院呢 如果你說阻止復陽 在醫院醫療系統上呢 如果那個人呢 在第一次檢測 是陰性呢 就會去檢測一次 即是要再住內的醫院 檢測是隔天還是七天呢 這個未知 那如果是七天的話呢 即是他多睡七天 才可以出院 那這個對香港工業醫療系統 是否有幫助呢 或者對香港工業醫療系統 有沒有一個壓力呢 會不會床位不夠呢 這個呢 讓專家去談一談 第三個 不過我想這個問題可以解決的 第三個呢 就是講緊 如果是高危群組的 就是安裝安心出人的了 因為真的 不是那麼多時間呢 走去做檢測 但是如果你沒有 你仍然做檢測的話呢 很可能呢 就是因為這個 就是和國內通關的一個三部曲 即是說這個路線圖 那你需要隔天做這個檢測的了 那就是說呢 逼建築工人呢 就是需要安裝安心出人 或者甚至打針 那不單是安裝安心出人 只是打針 那就是你不打針的話呢 就要你隔日做檢測 那就是說 隔針的情況呢 是應該呢 就是推動 那如果這樣的情況呢 建築工人就隔針啦 高危群組又被迫打針啦 或者你隔天呢 任何一個呢 被宣佈成為高危群組的隔日 就要做檢測 學生呢 大學生可能都會成為高危群組 跟著 跟著呢 就好像中大那樣 逼一些學生去打針 那結果香港可能很快呢 就推到上去呢 就差不多幾百十個百分之人打針了 那是不是應該考慮呢 就應該考慮呢 就做一個病毒共存政策呢 尤其是今個月尾 分分鐘今個禮拜 密砂通藥廠呢 將會獲得美國有關呢 就是FDA有關呢 就五日口服藥療程 這個呢 就是醫治肺疫的一個呢 就是口服藥 口服藥 不用打針了 如果又中了招的話呢 吃藥都可以醫治好 如果是這樣的 還需不需要被人打針呢 即是說香港政府現在在想的 被人打針啦 在想的呢 包括了呢 就是現在安心出人道追蹤功能呢 兩個似乎呢 都不是原意來的 那這個呢 大家留意住了